國慶焰火睽違了20年 今天晚上又重返高雄港 但市政府放在奇蹟難題的焰火發射筒 竟然因為岸邊的風浪太大 直接被捲進海底 在畫面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焰火的發射筒是散落在沙灘上 還有一部分是在海邊上載浮載沉 這些焰火彈泡水之後都不能用了 雖然沒有安全的疑慮 但還是讓人擔心說 會影響到晚上的國慶焰火秀 對此高雄市政府強調說 落海的發射體只佔了整體的2% 今天晚上的表演不會受到影響